谢谢大家这一位机会 幸福大幸福 与您分享环保志工陈秀琴的故事 他每天的生活 从晨起薰法香开始 接着就停不下来 尤其是投入在环保工作上 这应该可以说是他 一辈子的心愿 做环保救地球 也能保自己的下辈子 我是很喜欢爱心华夏 听上人的话 可以练习水 不急我都要录回去写 新华夏结束就来做 做到差不多快七点左右吧 看人家在做 能做就 能做就来做 丁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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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来做环保 她这边人比较少 叫我来 这一步就会贴到 这一步就贴到 这一步就贴到 现在不是说很热的吗 热闹茶 我会想听师傅这样说 她可以做三口做摊 这个要煎出来给师做茅台 我就开始去找 开始找了 我就都用我们那里做就对了 很不幸的 做得很好啊 我就觉得上轮创办这个 有一个过家的长辈啊 老婆的啊 有一个收到的汤 我来的辣子 辣子辣子辣子 很无聊的啦 不然我就自己厨房做 我就没来吃了 厨房 如果那久是 薄草叶子辣子 薄草叶子辣子 吃个粉质 没有啦 我是说人员 有要叫我去营党提供 我要用盘下来啦 三楼的呢 你家的人 感想说 怎样你太肯定了 没有啦 他们没有人 他们说 不要太疼就好了 我去做 他们都上班了 不然我这时也自己做了 所以说 做就不懂了 不啦 不犯罪了 他说 慢慢做得快乐就好了 这是要算什么 做的还是你 做完都啦 叫地球啊 一宿过 才不等到这样 稍微垃圾了 还不可以亂败 那就是为 我说为妻子 我说不是 我为了后出事 才能做人 再来这些 好的地球 躺好多了